晚清三劫 曾国藩 左宗棠 彭玉玲全传 作者 徐哲深 第七八回 易磊慈病子 树荣哀 谈婉怜老人 金颤语 左宗棠绝迹将夙原春留在省原坐镇 以及筹划阶级良想之事 当下遍及郑重其事地说道 陷在伊里 乌鲁木齐 宿州等处技师 我却有些处分 这还是说的公话 若说私话 我对于深信那个黄自信的小贼 以致未能先是预防 出了乱子 我的良心上更加讲不过去 我的绝技亲自出关 便是为此 你可带我坐镇此地 君良君享 你需负责替我办理 苏原春也极诚恳地答道 绝帅吩咐 标下不敢不遵办 苏原春说了这句 还带在说 忽见哥什哈自作主张地导入一个舞变 对着左宗棠说道 此人是刘锦棠刘总统那儿派来的 说有万分紧急攻势面柄 慕温故此将他导入 左宗棠盲问那个舞变 有何紧急攻势 那个舞变去这一夕丙明道 回绝帅的话 慕温奉毕上刘总统的面遇 命慕温漏夜赶来秉治绝帅 毕上说 白念虎 胆敢占据伊犁和乌鲁木齐 毕之引起俄国并吞之心 已经万劫末射 又敢近战我们宿州 害得绝帅和毕上都有处分 毕上夜已预备书徐 之后绝帅攻势 他愿先克宿州 然后大举出关 再行收复其余师弟 左宗棠听完 一面连连点头 一面很高兴地答道 你们跪上 真是本部堂的骨功 本部堂还没前去通知他 他已派你来此 你就出去候着 带了赵慧回去 你再通知你们跪上一声 本部堂还得清真白逆呢 那个舞鞭试了一声 又请了一个安 方才退出 左宗棠立命办了照会 交与那个舞鞭带走 又切切实实地吩咐了苏元春一番 择日祭祈 预备前往会同刘景堂之后 再向宿州进宫 刚要动身之际 不料他的长子孝威 忽由家乡到来 一见了他 伤心地不能讲话 左宗棠的父子天性本厚 此时瞧见孝威 哭得已成泪人 更加想老气过世 不能见着一面 也就老泪层层地 一边叹声叹气 一边前去 握着孝威的左臂 想要说话 那只孝威一被左宗棠捏着他那左臂 痛得忙不迭地缩了开去 左宗棠见了 不禁狠差地问道 我儿闭上怎么 孝威只是摇头不打 左宗棠爱子心切 急去勒起孝威的左秀一看 更绝大害道 我儿曾经割过骨都不成 左宗棠说了这句 又连连堕足道 哀哀哀 这是鱼笑 我儿曾读诗书 为何做出此事 孝威至此 不便再瞒 只好老实认账道 儿子明知这是余笑 甚非读书人因为的 但是当时儿子因见母亲没有要医 只好冒冒失失的这样一办 左宗棠听说 又去轻轻地 辅着孝威的商处道 赶快医治 赶快医治 这个商处 直到现在尚未收口 还得了吗 孝威不答这话 只把周夫人害病之事 以及临摹之言 统统禀明老父 左宗棠不忍在听 盲不迭乱摇起手地说道 我儿此刻莫谈此事 为父听得心里已如刀割的了 现在又要出发 我儿还是同道前方去呢 还是就在省员等我 孝威忙问此去何时可回 左宗棠皱眉地答道 为父此去 尾时不能预定日子 我儿还是同道前方去吧 孝威听说道 儿子送到宿州 打算回去 左宗棠想上一会道 这样也好 说着 因为军事紧急 不能久留 急待孝威同走 及之会见刘景棠的时候 左宗棠签命孝威见过刘景棠 然后问明一切 刘景棠急打左宗棠的说话道 毕总统之意 打算立即进攻宿州 威哥身体单薄 不能同往 还是回省为妥 孝威接口道 一哥 兄弟本与家父约定 送到此地 急行回乡 刘景棠听说 很诧异地忘了孝威一眼道 这是什么道理 威哥既是远道来此 如何可以马上回去 左宗棠因见孝威 每日只是咳嗽 似乎得了弱症 又因曾接孝宽来禀 提过孝威大有畜母之志 想起两庄是来 也以刘景棠的主张为然 当时就 接了刘景棠的话头 对着孝威说道 你们一摘师兄的说话不错 我还是回省后者为父回去 孝威骤然垂泪地答道 儿子既是暂时不能再次定醒 还是回去为事 因为母亲的葬事 虽有三个兄弟料理 儿子总觉得眼见好些 孝威说到这里 忽又想起一事 盲对左宗棠说道 爹爹 笛生伯父 灵就回乡的时候 儿子曾去调店 并遵爹爹训誉 做了磊词一篇 此稿还在身边 说着 一边摸出稿子 乘与老夫过目 左宗棠虽然接到手中在看 本已没有心思 还要想到 孝威和他一路同走多日 竟会将这稿子之事 一点记不起来 直到此时 方才想着 这种心神恍惚的现象 更加证明 病入膏肓 岂不可怕 左宗棠想到此事 竟会手拿稿子 一字不能入目 当下出神一下 勉强看病 可怜还去竭力 讲话孝威文字 做得很好 以为这位病子之心 孝威此时 真被他的老夫料到 对于人生一切之事 除去一位老夫 一位王母之外 万事真的有些恍恍惚惚 当时瞧见老夫夸他文字 方使偶尔鼓起稍许兴致 一边接回稿子 一边呼问他的老夫道 爹爹此刻和一哥 有无仅要公事商量 儿子想将狄生伯父 将要过世几年的事情 秉知爹爹 刘锦堂不登左宗堂答话 忙不迭地接口道 没有什么公事 没有什么公事 这个军情 非得到了宿州相近 方能见机行事呢 左宗堂因为曾国藩数年所作之事 虽有官报可评 私人罕见可查 但是均不十分详尽 听见他的爱子 要把这位网友之事 说给他听 不觉很高兴的 对着孝威说道 你讲 你讲 为副本要听听这些事情 孝威听见他的老夫如此说话 心下一乐 便详详细细地秉知道 狄生伯父的大学室 还是周至四年补寿的 那年十月里 狄生伯父 因为祭劳成吉 奏请开去携办大学室 及两江总督之缺 并请别捡钦差大臣 接办军务等情 悬蒙威玉未留 赏假一乐 十一月里 又有上誉 命邵权伯父 接办钦差大臣事务 仍命狄生伯父 诉到两江之任 孝威说到这里 已经微微地弃喘起来 左宗堂见了 盲说道 我儿躺怕吃力 慢慢再谈 为父此地 还有一两天耽搁 孝威又咳上几声道 儿子只要一说话 就要弃喘 这个毛病 已经长久的了 没甚碍事 爹爹放心请听 左宗堂听说 既把他那五官 猝在一起 又摇头 怪着他那次子孝宽道 这就是宽的不是了 这个毛病 也是大事 家姓之中 何故不来禀命为父 孝威接口道 这件事情 不能怪二弟的 岂先是母亲的主意 后来是儿子的主意 孝威生怕他的老父 还要怪他二弟 即又接着说下去道 狄生伯父 寄到两江之任 他老人家所办的军务 爹爹 大概已经知道 儿子就不再说了 只有曾娶一位如君 却被血情伯父逐走的 左宗堂微微点手道 此事为父 似乎听人说过 这些小事 不必提他 小微又说道 这末狄生伯父 是同志七年的秋天 调捕直都的 两江之缺 放了马信仪接任 狄生伯父 到今之日 已是年底 第二年元旦那天 以及十六十七几天 都蒙两宫先后召见 垂寻军务很祥 二十那天 他就出都 行狄保定 接转任世 九年三月 狄生伯父的左幕 忽然失明 四月间 天津明交相红 左宗堂听到此地 不禁连连地点手道 这件事情 你们狄生伯父 办理也还不错 不知怎么一来 很受民间的闲话 小微接说道 这件事情 应有几个教民 很绝跋扈 民间又有洋人挖曲小儿 心甘制药制药 好事的人们 便将教堂烧毁 于是酿成国际交涉 那时经中 以涉总理衙门 派了公王总理骑士 公王道命狄生伯父 持平办理 狄生伯父查明之后 却是错在百姓 使将天津府县 隔职冲发极边赎罪 又办几个肇事的百姓 左宗棠正在说话 刘锦棠呼叉嘴道 这就是中国太决自大的坏处 从前海经未开 我国闭关自首 什么天朝呀 什么遗敌呀 闹得很被文明国家飞笑 刘锦棠说道此地 又单朝左宗棠说道 文正一到两江之刃 首先 就派刑部主事陈兰冰 江苏同志荣洪 伴送聪英子弟出阳留学 这正是他的眼光远大之处 单看这桩事情 文正办理教师的手段 我说 只有绝帅和李少帅 能够吉他 左宗棠陡然言耳道 一摘不必 当面在此地恭维我 我是最绝强 最恶扬人的 还有什么外交手段可言 小微不顾这些说话 仍旧接着说道 内侍将督马治军 突被张问祥所赐 两宫便命少全伯父 生补直督 狄生伯父 仍回两江 那年十月十一那天 正是狄生伯父六十岁的整生 皇太后还赐亲笔授字 十二月初上初京 二十那天 道德精灵 刘景堂忽然对着 小微笑上一笑道 维哥记得真是详细 小微只抱以一笑 有节说道 狄生伯父寄回江都之任 首先便半马故都的案子 其实皇太后 因见张问祥 胆敢行刺现任总督 太没法计 特派郑敦为钦差大臣 专办马案 似见张问祥 却替义兄报仇 并无主使之人 仅将张问祥临时处死 不曾累计旁人 四年十月 狄生伯父出省寻月 亲至吴松口 观看饰演田英 威静 曹江 测海四支冰轮 十月十五回宁 第二年的正月 狄生伯父呼唤甘气 幼族麻木 腾世虽聚 二十六的那天 因为前任何都苏廷 魁静过精灵 他还出城迎接 二月初二那天 狄生伯父在月宫室 双手大颤起来 要想说话 口径不能出声 当日又遇 那个时候 杰刚师兄 本来随事左右 狄生伯父 自知不起 医主丧事一尊大礼 不用僧道 初四那天的午客 由同杰刚师兄 周历督属花园 傍晚回之内室 到了树客 端坐而轰 全城百姓 乌不经传火起 又见大心坠地 孝威一直说至此处 呼问他的老夫道 爹爹 你老人家说说看 狄生伯父的古文 到底可成名家 儿子一生为人 只有他的笔墨 非常钦佩 左宗堂不答这话 却是笑着 去对刘景堂说道 你这孝威师弟 自从中举之后 独于古文用功 刘景堂也含笑地接口道 我们威哥 本是家学渊源 自然是好的 左宗堂父笑着 微微摇手道 我这痴儿 他是 连他老子的文学 都不佩服 一生一世 只是钦佩他那 狄生伯父 孝威见他老夫笑着 再说 尚无怪他的意思 便朝刘景堂 笑上一笑道 兄弟的笔录 不过稍与狄生伯父相近 便会不期而然地学他笔墨 孝威说到这里 又笑问刘景堂道 一哥 曾国华世书 那年战死三合的时候 各处所送的晚连 不下三百幅之多 狄生伯父说 那中要算糖喝酒的那幅最佳 一哥可还记得吗 刘景堂笑答道 怎么不记得 左宗堂忽然自顾自地 先念了出来道 秀才间半壁东南 方七一战成功 挽回捷运 当嗜好满门忠义 起料三合撒泪 又允台兴 孝威一面笑着点头说道 爹爹记性真好 一面又去对刘景堂说道 狄生伯父 当时还把成功二字 改为功成 撒泪二字 改为痛定 左宗堂应见他这爱子 一经谈到文字 便觉精神抖擞起来 也居住他的兴致道 难道为父那个知人知名谋国之中的一连 还不怯帖不成 孝威和刘景堂两个 一同接口道 这副自然出色 真与唐喝酒那副婉联 一般悲壮 左宗堂听了 喝歌大笑道 不知婉文正的 除我之外 谁的好闲 孝威抢说道 当时婉联 虽有一百二十七妇之多 儿子却爱国皇室书那副 因为以帝婉兄 说得十分沉痛 刘景堂忙问怎样做的 孝威便朗生背诵道 无田所生 病如口 莫如笔 觉得有偿 更如王妇 孝友是家庭 千里奔凌空自弃 以鼓为剑 闻四欧 诗四度 鞠躬尽瘁 戴四五香 功名在天壤 久缘可作耐人思 左宗堂免须点首道 此连很有手足之情 文艺古雅 还有其余的呢 孝威想上一想 又念上一副道 成国家二百年孝养 意赞忠心 既艰难 资已毙 颤腔训扫 银海须田 伟继柄千秋 西绝游一将地眷 旧东南亿万性疮移 维持元气 重结让 酿修之 清月重来 大兴呼吁 群生同一哭 胆恩旷 是受公之 孝威念碧道 这是曾认此地拱秦街道台 那位金国称金官查诵的 刘锦堂道 这副很好 也和彭雪芹侍郎那副 为国家整顿乾坤 耗玩心血 织手腕狂澜 经诗人诗 我代细温拱仔 痛谈成魁为寒障 勇绝阎温 鞠躬真净翠 相叶相叶 宫世五相一流 不相上下 孝威忽向刘锦堂一指 又笑着说道 义哥 你那副 五百年名师挺生 历德历功历严 忠诚配偿名不朽 数十在河门贤代 教中教义交战 江淮和汉西同身 还不怯怯不成 刘锦堂连连谦逊道 我的词早不好 完全是个五人口吻 那里集得上何少鸡内府 五相淡定 焚羊谱中 寄于公园府 秦勋配偿特饼二千载 斑马使财 苏黄诗诗 创意我词原 凯一风雨 深射四十年 得好呢 萧恩笑着道 这幅故事不错 一哥的也不让他 还有笛声伯父的 令坦聂众方观察 他的常怜是 出师律已定中原 想百战盲销 金欧再拱 九重美补 西绝增容 萨年来为武经文 总归西涕为盈 土卧宫成如一日 登泰山儿小天下 念横乡地阶 舔阴桑半 包厄门高 六师裸鸟 五岭外玉轮轻盈 其一早为半子 英荣仿佛聚千秋 左宗棠插嘴道 这些虽好 未免总有些阿谀之词 我平生最爱笛声在日 他那年晚和应南的夫人一连 以及晚那胡信贤的太夫人一连 都能闻情病生 小微盲问道 爹爹 儿子怎么没有知道呢 左宗棠笑着道 你那时正在用你的举业功夫 或者未曾留心 刘景棠道 绝帅还记得吗 左宗棠点点头道 记得 往贺夫人的上连事 柳絮阴风 捆内 先分堪祭武 因贺夫人信谢 下连事 麻衣如雪 街前后四总能闻 以武对闻 还不公正 典雅不成 往胡太夫人是 原女太极 祖德素二千余载 周江金氏 帝孟童九十三陵 因为胡太夫人末时 已经九十三岁了 小微忽然听得 胡太夫人受至九十三岁 仍旧难免一死 为人在世 有何趣味 于是将她那个畜母之念 富又浓厚起来 当下突对左宗棠说道 儿子倘若不幸 只要也有许多婉怜 那就明目的了 左宗棠听了 不觉大吃一惊到 师儿这是什么说话 你的老妇 这般年纪 还不预备死呢 孝威吉自然地达到 只是白头人送黑头人的很多呢 左宗棠一听他这爱子 越讲越献不祥之兆 不要弄得真诚颤语 即把说话拉开 据对刘锦棠说道 你们威弟媳妇很绝贤惠 设下一切的家务 都是他经理 我那王金未曾下世之光 也亏他能带着三个小婶扶四婆婆 现在你们威弟 身子系不好 我说让他回去 有人扶四也好 刘锦棠听的左宗棠如此说 照所谓知子莫若父的老话讲来 自然不便反对 当下一连应了几个事后 又与孝威谈上一阵文学之事 后来也见孝威 说不到几句说话 总要讲出一个死字 听了使人 狠觉汗毛淋漓 只好借着去和左宗棠商量军事 打断他与孝威的话头 左宗棠也知刘锦棠之意 真的又和刘锦棠 计划了一会 进攻宿州之策 方去叮嘱孝威一番家事 第二天大早 他们父子两个 便实行了军网 肖乡我往秦之聚起来 现在不讲左宗棠 为一个人传回湖南 单讲左宗棠 同志刘锦棠二人 统帅大队人马 浩浩荡荡地直向宿州进发 一天到了宿州附近 那个名叫德胜吉地方扎下行营 本地骑身 都来犒赏军事的牛九 左宗棠呼问那般其身道 此地德胜吉的名字 还是新的旧的 原来那时常有官兵和土匪打仗之事 会八戒官府的身经 往往更换地名 以便好得将帅的欢心 左宗棠道干已经多年 身之此弊 因此一箭就问这句说话 当时那般骑身 一起答道 这个地名 还是前朝时候 相传下来 绝帅今天筑结于此 真等得送走那般骑身之后 可巧探子来报 说是占据宿州城池的匪类 就是白燕湖手下的元帅雄飞鹏 副元帅 正是那个黄自信 左宗棠不带探子言辟 早把他的胡子气得翘了起来 盛世 潜规爱子心方定 闻得仇人眼更红 不知左宗棠遗弃之下 对于宿州地方 修用合法进攻 且跃下文 闻得仇人眼更红 所以 Mohammad 感谢观看